Low Art 是意識肢體動作跟道具的流動跟連續性 Art 的部分 當它把這個運動練熟了之後 它會很漂亮 有點像是冥想或是心靈的滿足的一種運動 我是陳柏廷 我做的這些東西 主要是給國武社團所使用的道具 因為那個時候學校是比較不鼓勵用火的 所以我主要是做LED道具 那那個時候就正好接觸了Arduino的相關的東西 然後後來就用Freezing 這個也是一個動手做的軟體 是一個德國出的PCV版設計軟體 去設計電路板 然後後來就越做越小越做越精緻 那也可以滿足各種不同的功能 然後用自己做的電路板去做電子零件 最後就會有像這個樣子的成品 在表演上可以滿足比較高階的運用 它可以在旋轉的過程中 視覺才像是形成圖案的 像這種球類的 因為它的運動軌跡跟什麼東西 其實它就是訓練一個人的專注力 然後思考的能力 跟運動還有手腳協調的能力 市面上的東西是歐美人他們主要在使用的 長度跟尺寸或是重量 就比較不符合亞洲人所習慣的 那他們就會需要去量身定做或是去改變 那這個就是自己做的時候 可以去滿足的一些個人需求 我本身畢業的科系是生命科學系 學的是生物的相關學術 那跟這個是比較沒有關係 國小有去補習 有接觸過程式設計 那這樣子對程式語言的邏輯是比較好的 後面做進階的遊戲道具的時候 都必須要寫程式 那這個程式語言的邏輯就是幫助我很大 再來是顏色的變化也是還蠻需要數學頭腦的 怎麼樣讓顏色的變化好看 那這個部分是要靠程式語言來寫出來的 要怎麼樣才不會太閃 那中間還要再加一些 可以讓使用者自行按上面的按鈕去做微調設定 大學時 由於東西真的不流通 所以只要拿出厲害的道具 那就會覺得有一股好像是優越感 就是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也有想說要怎麼樣分享這些東西 讓越來越多人能夠去動手做跟做出來 所以電熱板也有漸漸開發出 像是比較輕便型的 它比較好去進行動手做 零件也比較少 那我覺得這樣就可以分享說動手做 它的動手做的一些精神 那說不定之後有人比較感興趣的 有玩出心得 他也會想要自己做出自己的表演道具 那也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他們自己有在轉棍子 然後他們的表演道具是自己做的 他們就可以很自豪地跟別人說 這是他自己動手做的 可以嗎 是 也要有保守 其實是 對 那就是 太大運了 在這樣 你